老话说得好,为人只说三分话,不敢全抛一片心。 人历身于这个社会之中,话不能说得太满,很多时候,话说三分便足矣,还有七分自己留。 对于我们来说,为什么话只能说三分呢? 因为世道复杂,人心难测,你不知道对方心中是怎么想的,他们的内心有着怎样的小算盘。 可以这么说,倘若你的真实言语,说给了君子听也就罢了,因为君子,就算在不济,也不会暗中算计你,而是明面上翻脸而已。 可如果你遇到了小人,那么你所说的一切,都会是别人拿捏你的前提。 所谓虎抱不堪其,人心隔肚皮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总是有很多的话去说,有很多的事去分享。 那个时候的你我,大多没见过什么世面,也没有遭受过别人的算计,所以把人心想得过分美好。 可当我们到了中年阶段的时候,我们就会越来越沉默,对于外界的人与事,也会越来越冷漠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越成长,越孤独,越看透,越明白,越清楚,越冷漠。 所以,不管你的地位是高,还是低,是有钱,还是没钱,都要记得。 只要我们去到一定的阶段,那就不能对别人分享这几样东西,不管这个人和你关系怎样。 否则,只会是自找麻烦。 人到中年,不能向外人分享你的钱财之事。 俗话说,山中有植树,世上无植人。 一座山上,尚且还有硬植的树木。 而回到人世间,则会缺少耿植真诚的人。 因为在这个社会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,又怎么会有如此真诚之人呢? 难怪某位作家写道,人的信仰破碎,往往是从看透人世间而开始的。 正因为这样,我们为人处事,才要做好防备。 就像我们来之不易的血汗前,如果别人想和你共享,你会共享吗? 我想,应该不会。 可如果别人换个借口,说他们没钱,想要找你借钱呢? 我想,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情意而把钱借给他们。 要知道,人最大的特点,那就是容易为情所困。 这种情,不仅仅指爱情,还有人情。 可是,人到中年之时,对于我们而言,最重要的就是钱财。 倘若总是当一个老好人,把你的钱财分享出去,到最后,受到伤害的那个人,不会是别人,而只是我们自己。 有句话说得很好,一分钱,难倒英雄汉。 人到中年,不能向外人分享你的赚钱秘密。 在职场里面,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倘若你赚了钱,千万别告诉别人你是怎么赚钱的,因为所有的祸事,都是从别人得知你比他过得好开始的。 很多人就很疑惑,不就是和别人分享赚钱的方法,为何会出现祸事呢? 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,证明这个人依旧在对人心和人性抱有幻想。 想想看,在你落魄的时候,有人会慷慨地资助你,拉你一把吗? 除了你的父母,也就没有别人了。 况且,每个人的成功,每个人的钱财,都不是大风刮来的,要想分享,谈何容易呢? 假如你好心,把你的赚钱的秘诀告诉了你的朋友,可如果他们赚不到钱,那么他们就会埋怨你,怨恨你还留了一手。 更有甚者,有些人还见不得你好,就容易对你产生羡慕极度恨的心理。 如此,不就是自己找罪受吗? 人到中年,每个人都不容易,可每个人的道路都只能自己走。 那么,尽量不要分享你的赚钱秘密,这是你保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。 人到中年,不能向外人分享你的家底信息。 年轻的时候,当别人问我们家庭知识时,我们总会诚实去回答。 可最后,我们发现,别人这么问我们,其实是有他的意图和目的的。 遇到八卦的人也就算了,至少别人只会把你的事儿当成茶余饭后的笑柄,没啥危害。 可如果遇到一个居心不良的人呢? 遇到一个想算计你的人呢? 那么,我们的家庭底细就会被别人知晓。 你的家底有多少? 你的家庭矛盾是什么? 别人不都摸得一清二楚了吗? 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,恰好是家庭矛盾的高伐期。 如果你还不懂得收敛,总是把家庭信息挂在嘴边,总是分享这样的秘密,那么,其实就很容易自己给自己挖坑。 有句话说得很好,我问你,什么最重要? 毫无疑问,那就是家。 因为它,是我毕生的爱人,是我最后的栖息之所。 为了你的小窝能越来越好,为了你的生活能越过越舒适,不妨好好地保存家庭的信息和秘密,尽量别和任何人分享,避免别人掺和到你的家庭中,让你的家庭关系受到影响。 人到中年,不能向外人分享你的个人成就。 老祖宗常说,恨人有,笑人无。 你有钱了,对方非但不会为你的成就感到开心,而只会羡慕你,妒忌你,把你当成眼中钉,肉中刺。 可如果你没有钱了,没有成就了,对方只会笑话你,把你当成生活中的笑料而已。 很多时候,不是我们不愿接受现实,而是现实它告诉你,人性总有它的不好的一面。 倘若你故意触碰到当中,其实就很容易被人算计,被人所谋划。 很多人会觉得,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呢? 有句话说得好,防人之心不可无,害人之心不可有。 你没有害人的心,可你不能保证别人不会害你。 所谓防患于未然,每一件事,每一天的生活,想要它们变得安稳,变得少点危害,那么,提前防备就显得尤为重要。 人到中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就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。 如此,懂得有所隐藏,不分享自己的成就,不让别人知道你的高光时刻,这是为了保证你生活的安全,也是为了让你的往后余生,能少得罪人,能更加安稳。 人到中年,不能向外人分享你的七寸弱点。 在生活中,当你身陷困境时,你会怎么办?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,其实就是找人诉说,倾诉自己的不义和生活的艰难。 可是,越是诉说,越容易让人把控到你的七寸,越容易被人抓住你的把柄。 就像之前的一个同事,他有一天,被上司骂了一顿,很不开心,便向身边的老朋友大涂苦水。 原以为,自己说了什么,别人也不会在意。 谁知道,对方还一一记录了下来。 其实这件事也很巧,同事的上司,就是那个老朋友亲戚。 这一点,老朋友有始至终都没有告诉他,而他,也不知道这件事。 到最后,结果是什么? 便是老朋友直接把这番话说给了亲戚听,也就是说给了同事上司听。 如此,上司每天都针对他,把他当成牛马来使唤。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,当同事知道这件事后,才感慨,说自己不该和别人说太多,以至于自己害了自己。 人到中年,为什么我们常说要有点诚服呢? 就是因为有些事该说,你可以尽量说一点,可有些事不该说,你就一定不能说。 因为人无城府,终究会被人算计。 往后余生,不管对方和你关系有多好,都不能和他们分享这几样东西。 因为这一切,都是你的弱点,都是你自己的死穴。 倘若说了出去,你收获的,有可能是陷阱,有可能是别人的嘲笑。 不妨问问自己,有这个必要吗? 随着生活的压力逐渐增大,人也就慢慢地到了迷惑的边缘,无法前进,也难以退后,日子过得多是纠结。 白岩松说,古人常说四十而不惑,可我认为,人到了四十岁之后,却是最迷惑的时候。 人到中年,在其他人看来,应该是到了不惑之年了。 可这个阶段,是个矛盾的过程,人现今的迷惑,反而是此生以来最大的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就是因为在现今的生活压力和未来的忧愁两面夹击下,人也就手足无措了。 当人过了四十岁这个年龄段后,生活的压力也就如同潮水一般向人奔涌而来,人难以逃避,只能默默去承受。 死扛,硬扛,终究要在咬牙坚持中继续前进。 这种前进的背后,便是人的未来的铺垫。 你现在能把生活过得怎样,未来也就会过得如何? 很多时候,功在当下。 想要晚年过得幸福,儿孙孝顺,那么就要养成一些好习惯。 做人物时,为人坦荡,问心无愧。 古语云,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七七。 为人处事,就该像豆腐一样,方正洁白,可婚可素。 要知道,人这辈子最大的本事,便是要到问心无愧。 老人常说,平生不做亏心事,夜半不怕鬼敲门。 人活于世,本就在烦恼中度过。 倘若自己的心中经常忐忑不安,那么未来的生活又怎能过得自在呢? 人到中年,如何才能洗净自己身上的烦恼,从而淡然的生活,过日子呢? 就是要清白做人,勤勤恳恳去做事,不投机取巧,不做坚定之人。 如此,才能在晚年的时候,有所得。 古语云,人为善,福虽未至,或以远离,人为恶,或虽未至,福以远离。 如果秉持善心去做人,不仅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福报,更能负责子孙后代。 持家有道,减少争吵,和气生财。 老话说得好,积善之家必有于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。 一个积善之家,不仅其成员在做人处事上有他们的准则,有善心的一面,更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,有他们的礼节。 一个争吵之家,就不是什么积善之家。 所谓贫贱夫妻百事爱,既然已然悲哀,又怎能有他的发展和福气呢? 人到中年最大的成就,就是有一个和谐安静的家庭。 因为人的来路和归途,都是家庭。 如果这个家庭和谐美满,那么晚年的日子,也将过得舒适无忧。 所谓家风万金,想要子孙,都孝顺。 那么家庭的风气就必须好。 一个好家风,能负责千代万代,而一个坏家风,则连累千人万人。 中年之迷惑,源于家庭,也止于家庭。 倘若家风优良,家庭和谐,夫妻和睦,那么未来的生活,也将是人间好时节。 默默挣钱,闷声发财,做人有度。 很喜欢一句话,你赚的钱,都是来度你的。 人这辈子,最大的底气是什么? 除了平安和健康,那就是钱了。 小时候,总以为钱是很俗的生买之物。 可当人踏入社会后才明白,钱就是万物的通行政。 想要吃得饱,那么要赚钱,想要穿得好,那么要赚钱,想要家庭幸福,更要赚钱。 人的生存的根本,就是钱。 而人到中年困惑的根本,也多由钱引起了。 很喜欢一个词,那就是闷声发财。 人生活,就得去赚钱。 人要守住那些来之不易的钱财,那就要懂得闷声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就是因为人赚钱的行为,一旦高调起来,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仇恨和争执。 与其让小人觊觎,不如事先就有所防备,做人低调。 人到中年,每一分钱财都来之不易,想要守住,就必须做人有度,而且学会隐藏。 这种隐藏,并非叫人去欺骗别人,而是叫人去保全自己,明哲保身。 倘若连钱都没了,未来的老年生活,又怎能活得出彩,活得有滋有味呢? 未雨绸缪,做好规划,步步为营。 诗经有言,战战兢兢,如林深渊,如林薄冰。 人活于世,本就如同在薄冰上行走一般。 稍不注意,人就会跌入万丈冰窟之中。 如此,做人小心谨慎,步步为营,总是没有错的。 而要想做到步步为营,就必须把未雨绸缪的好习惯放在心中。 为神说,未雨绸缪是人之一生的好习惯呢? 就是因为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 倘若不有所准备,一切就晚了。 而且,当人到中年的时候,上有父母要赡养,下有孩子要抚育,中间还有家庭要维持日常的花销,人不做好准备,那就容易迷茫。 况且,在老年的养老生活中,你不做好准备,别说容易连累了孩子,更容易连累家庭。 生活现实,社会残酷,任何幸福的好日子,都会留给未雨绸缪的人。 别想下雨,有人为你打伞,能为自己打伞的人,只有自己。 别想天黑时有人给你点灯,能为自己点灯的人,只有自己。 保持健康,减少透支,生活有度。 俗话说,酒病床前无孝子,酒瓶家中无贤妻。 身边很多长辈,他们年老后躺在病床上,便埋怨,说自己的孩子不孝顺,不懂得照顾自己。 说自己的老伴不好,应愿请护工,也不亲自照顾。 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。 可他们事后才明白,人这辈子,倘若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,不仅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,还会连累亲人,连累孩子。 如此,酒病床前无孝子便显得很现实了。 曾遇到一个老人,他感慨地说,以前以为有钱的时候才是好日子,可等到病倒了,才明白健康的时候才是好日子。 人到中年,想要晚年幸福,就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 想要晚年子孙孝顺,就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。 如果家庭的某个人健康出了问题,每个人都不会活得幸福和开心。 余生,要让自己养成几个好习惯。 保重身体,生活有规律,默默地挣钱。 如此,才能在晚年过得幸福,才能让家庭及子孙后辈活得舒心自在。 人是念旧的动物,会随着年龄的增大,而愈发变得重感情。 人,不是越活越薄情吗? 为什么还会愈发变得重视感情呢? 薄情,那是对于外人的。 而重视感情,那是对于家人的。 在这个世上,也许外人会离我们而去,身边人会离我们而去,就连朋友也会跟我们分道扬镳。 可唯有家人,会伴随我们走过艰难的时光,与我们携手到老。 只是,到底哪些人,才算得上是我们的家人呢? 有些人觉得,只要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,都算得上是家人。 有些人觉得,只要是同性的宗亲,都算得上是家人。 有些人觉得,只要是同一个家族出来的,都算得上是家人。 这种家人的观念,未免就有点过分宽泛了。 因此,无数人都会被辜负,就认为家人不好,家人不可信。 在现实生活当中,我们把无数毫无意义的人,都误认为是家人,那被人辜负,被人算计,甚至与人发生矛盾,就不可避免了。 人到五十五,再怎么重视感情,也不要把这些人当家人,各走各路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一,别把兄弟姐妹当家人。 有一类亲人,其实不太好相处,那就是兄弟姐妹。 不同的人,对待兄弟姐妹,会有不同的态度。 有些人觉得,兄弟姐妹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,有些人觉得,兄弟姐妹是至亲的家人,而有些人觉得,兄弟姐妹是没啥感情的过客。 从实际的情况来说,第一种观念是有道理的。 兄弟姐妹跟我们有血缘关系,可未必会把我们当亲人,更不会把我们当家人。 父母还在,兄弟姐妹还没有结婚,那我们还能和谐相处,一起住在同一屋檐下。 等父母走了,每个人都结婚生子,成家立业,有了自己的小家,早就不是家人了。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小家,而活,又怎么可能会顾及兄弟姐妹呢? 因此,兄弟姐妹之情,只会愈发变得淡漠,而不会变得浓厚。 就跟一棵树上的分支一样,终究会从主干分开,各自有各自的天地。 二,别把利益亲戚当家人。 谈到亲戚,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,就是穷在闹市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。 不信但看言终久,卑卑先敬有钱人这四句话。 无论是远房亲戚,还是同宗族的近亲,基本都比较现实。 有钱了,就是亲人兄弟,没钱了,就是过客陌生人。 网络上有这么一个段子,一个人回到家乡的祠堂,就找长辈询问某个人。 谁知道,有钱人一问便知,而没钱人则查无此人。 本来都是一个宗族的亲戚,未来都会回归到同一个祠堂当中,为什么就如此区别对待呢? 难道说,亲戚之间,也是要看钱财的吗? 以往人心比较纯粹的时候,尚且有见高踩低的行为,更何况是金钱至上的当下。 在今时今日,有诸多的亲戚,早已跟我们成为陌路人了。 没有钱,也许别人连认识我们都没有兴趣,更别谈相互往来,互帮互助了。 三,别把分家之人当家人。 所谓的家人,一般都是指住在同一屋檐下的至亲,比如我们的儿女,我们的伴侣,以及我们的父母。 而兄弟姐妹这个群体,在没有结婚之前,他们是我们的家人,而在结婚之后,他们就是我们生命中熟悉的陌生人了。 这是宗法家庭观念下的必然。 说得直白一点,无论是谁,只要跟我们分家了,就不算是我们的家人了。 哪怕是我们的儿女,一旦他们成家立业了,搬到外面去住了,有自己的后代和伴侣了,相信他们也会放下原生的家庭,去建设新的小家。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人,上了年纪,就会被儿女抛弃,甚至面临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不幸呢? 因为儿女和父母都不住在一起了,家庭之情早就散了。 更何况,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,有自己的后代要养活。 而对于小家之外的人,他们哪有精力和钱财去顾及呢? 一切都特别现实。 写到最后,有一个词概括得特别好,人走茶凉。 父母走了,我们跟兄弟姐妹的情分就凉薄了,儿女长大了,我们也老去了,他们终究要独自走向新的天地,自强自立。 告别,永远都让我们难以接受。 可实际上,人来到这个世界,最亲的那个人,就只有自己罢了。 老伴,也许会提前离我们而去。 儿女,也会开启自己的新生活,各种亲朋好友,也有自己的小日子,要过。 既然如此,又何必过分在乎所谓的感情呢? 有缘,那就相伴,无缘,那就分别。 缘起缘落,缘距缘散,皆是天意。 苏氏在《奇诗喜儿》中写道,人皆养子望聪明,我被聪明误一生。 为怨孩儿于且卤,无哉无难道恭卿。 在日常的生活中,我们最喜欢的一个词,莫过于聪明了。 可是,大多人总是为了一时的聪明,却忘了于卤的可贵。 要知道,苏氏一生被贬,半生挑拨,其实和他聪明的才华是分不开的。 所以,苏氏才会感慨,做人,不一定要太聪明。 因为过分的聪明,只会是物极必反。 俗话说,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有些人精明了一辈子,却活得满身不自在,而且很多时候都被人责骂,攻击,甚至被人排挤。 为什么过分聪明不好呢? 就是因为一旦人走向了极端,往往人就走到了死胡同中。 如此,自己都没给自己留有余地,又有谁会给你转弯的机会呢? 这个社会,有精明能干的聪明人,就会有隐忍内敛的为老实人。 这两者对比起来,前者往往容易吃亏,而后者却离开了是非之地,默默地发展自己。 为人处事,并非一定要胜人一筹,锋芒毕露。 想要驾驭聪明这把刀,就得在一些方面去下功夫。 为人谦卑,为而不争。 苏氏曾在赤壁腹中写道,既浮游于天地,渺沧海之遗塑。 人活于世,不过百年,眨眼一瞬间,便消失大半。 无论人的聪明才智如何,是能上知天文,还是能下小地理,和还与相比,不过是尘埃罢了。 初读苏氏这句诗时,其实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苏氏向人阐述了人生之渺小。 可慢慢品类,才明白背后的意思,那就是劝人为而不争。 纵观生活百态,那些喜欢争的人,都是有着一点小聪明,便想胜人一筹,高人一等的骄纵者。 在他们看来,只有去争,才能显露自己聪明的才智,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。 可是,他们却忘了一点,那就是这些人的小聪明,真的会有人买账吗? 老子说,上善若水,水利万物而不争。 就连水这样的万物之源,他也不会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显摆,去压服别人。 就是这样的谦卑的水,他才能以不争成就了必争,成为白骨之王。 什么是真正的聪明? 那就是大智若愚,有智慧却不显摆,有能力却不去争。 也就只有这样谦卑的人,他们才能居于隐蔽之处,不被人关注,进而把控全局,眼观八方。 静以修身,细水流长。 很喜欢一个词,那就是细水流长。 在山谷里面,大多小溪都是涓涓细流,却很少有像大江大河那种滔天骇浪之水流。 为什么呢? 就是因为大江大河是这些涓涓细流所汇聚而成的。 他们早已经受了静的洗礼,才能汇聚起雷霆之势。 人的聪明也如此。 当人还是人轻言微的时候,就应该如同小溪一般,慢慢地流淌,平静如静。 唯有平静下来,小溪才能在暗中积蓄力量,等待流向大海,扬眉吐气的那一天。 诸葛亮曾说,静以修身,简以养德。 人要静下来,才能更好地运用聪明才智去办事,才能理智运用自己的才华,不至于让才华泛滥,被奸人盯上,羊肉吃不成,反而惹上一身骚。 聪明这种东西,就是一把双刃剑,既可以让你荣灯高光时刻,又能让你身处困境之中。 所谓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,如果没有细水流长的智慧去加持,你的聪明,就是赐向你的利人。 为人坦荡,做人正气。 子曰,有才无德,小人也,有德无才,君子也,然德才皆聚者,圣人也。 在日常的生活中,我们总是听到这样一句话,最可怕的人,便是有才无德的人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人的德性,是让人端正思想,摆正所走道路的法宝。 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品德和人格,那么这个人,无论多聪明,都会成为社会的祸害。 这样的聪明人,将受到众人的声讨,受到社会法律和道德的制裁,终究葬送了自己的一生。 如此聪明,可谓是善恶到头终有报。 一个人的聪明,不用在正道上,只会让自己走了弯路,身处黑暗,见不到光明。 想要用聪明成就一番事业,最根本的,还是要懂得养浩然之正气。 只有这样,人才能免遭恶行的束缚,以至于害人害己。 聪明雷有言,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悟了轻轻性命。 人生短暂,有些事,不需要机关算尽,就不要机关算尽,留点余地给别人,留点余地给自己。 有些事,能少点机关算尽,就少点机关算尽,因为你的理性和正气,将给你换来应有的退路和归途。 藏气余身,闷声发财。 周易有言,君子藏气于身,待时而动。 真正聪明有本事的人,他们大多是能隐忍的狠人。 你看勾剑,能卧心尝胆上千个日夜,隐忍到让众人都不知道他的大致。 如此,他才能调养生息,率三千月甲吞舞。 你看司马懿,一生都在忍中度过艰难的时光。 也就是因为他的忍耐,才稍微遮掩了他的虎狼之相,让他能保全自己,以至于熬死了大多的能人闲事,吞并了三果。 很喜欢一个词,那就是闷声发财。 这些聪明人,他们不仅是谋略和眼光上的聪明,更是为人处事,随机应变上的聪明。 要知道,能用低调掩盖自己聪明的人,将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善谋者。 所谓木秀于林,风必催之,堆出于暗,流必湍之,行高于人,重必飞之。 倘若一个聪明人,总是炫耀自己的聪明,是才放纵,其结果,不过是阳修和弥横的下场罢了。 他们算不上聪明人,只能算是投机取巧的愚笨者。 要想用聪明的才华去换来功名利禄,就必须懂得装傻。 当自己还未有实力成就一番事业时,低调做人,往往是不错的。 当低调到了一定阶段,积累了一定实力,在关键时刻,才华毕露。 如此,才能不明,则以一鸣惊人,更能明者保身。 人才两得。 人生分为两场,前半场风里来与里去,后半场寻归徒守天地。 其实这两场的经历,就像在喝茶,第一口,苦若生命,第二口,甜思爱情,第三种,淡若清风。 风里来与里去的日子有些苦涩,却是每个人的常态。 想要高处不胜寒,第一件事,就是要把苦涩的某一刻都磨碎,然后吞到胃里,让他们慢慢消化。 说的现实点,这个过程就是受气赚钱。 在工作里受气,看别人脸色,但又不能不去做。 不做自然能不看别人的嘴脸,但要苦一辈子。 因为没钱,连一口暖饭都吃不起,又怎么谈幸福快乐呢? 要幸福,先赚钱,这是亘古不变的世间真理。 要知道,有钱有九多兄弟,患难何曾见一人? 没钱,终究是一件受人掣肘的大事。 很多事,有钱不是万能的,可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,一个人最值钱的地方,在于他独立的思想。 而这种独立的思想,不仅来源于身上的骨气,更来源于现实的底气。 黄金能升值,因为它有自身的价值。 人更能升值,因为它能创造比黄金更珍贵的事物,从而迎接自己幸福的生活。 人到中年,幸福的背后,就是你的底气,你的底气的背后,就是你的钱。 唯有把钱放在自己兜里,才能让健康喜乐追随自己。 人到中年,当个值钱人。 年轻的时候,面对身边的朋友,我们总认为能真心换真心,真情换真情。 面对爱情,更是钻着牛角尖,认为友情饮水宝的日子能活得开心。 可是,生活并非虚幻的天上宫阙,根本不会让幻想成为现实。 于是乎,人就在卑微中学会成长,就在一厢情愿中学会好好赚钱,好好调养自己的生活,不再被人辜负,不再被人欺负,更不再一心想讨好任何人。 人很值钱,可又很不值钱。 为何? 在生活中,当我们还人轻言微,受人白眼的时候,别说别人看不起我们,甚至连自己也未必看得起自己。 在自己急需帮助的时候,我们总认为雪中送炭的,才是好人。 可是,最后我们才知道,原来不落井下石的那个人,已经是生活的大善人了。 也就是因为看淡了人心,看透了卑微时的无力感,所以,人才要改变,做个值钱的人。 很多人疑惑,什么是值钱的人? 其实,一个值钱的人并非要腰缠万贯,富甲一方,也并非要高人一等,满守权力,而是要懂得做个有骨气,有原则,不卑微的人。 人不值钱,只是因为活得太卑微。 为了一个心里没有你的人,你卑微去苦苦哀求,为了别人能拉自己一把,你卑微去祈求别人。 这样的做法,永远都只能是卑微。 人到中年,虽经历大不如从前,但见惯了人心,看透了人性,那么,就要做个不依不靠,独立自主,昂首挺胸的勇者,把自己的每一分每一刻,都活成心满意足的样子。 人到中年,把钱财收到兜里。 人不能卑微,可以说是一种骨气,但这种骨气,更多的是要用钱财去铺垫的。 人到中年,上有老,下有小,中间还有自己,本就活得不容易,想要不卑微,很难,但也很简单。 唯一要做到的,就是把钱放回自己的兜里。 为何这么说呢? 这个社会,很多人都是盲目善良的老好人。 当别人哭丧着脸来求自己的时候,其实我们多半会心软,也就容易入套了。 曾见过这样一件事,朋友是家里的大女儿,她早年就辍了学,只身到了省城里去打拼赚钱,只为了养好这个家。 她的一个弟弟,比她小了两年,还在读书。 作为姐姐的她,不愿意看到弟弟没文化,像自己一样,只能打苦工,便一直供她读书。 后来,弟弟要结婚了,而她还没结婚,她很疼弟弟,还把自己的结婚钱借给了弟弟去工坊。 可朋友她在坚强,也只是一个女人,总会有挺不住的时候。 朋友后来找了一个男人,他们夫妻俩结婚结得很寒酸,很让人心疼。 有一次,朋友她丈夫病倒了,进了医院。 那时候,朋友的钱都借给了弟弟,没钱去付医药费。 没办法,他只能向弟弟求救,向他讨回一些钱。 可弟弟二话不说就拒绝了,原因很简单,你作为姐姐,既然把钱给了我, 怎么有拿回去的道理? 就是这件事,朋友向人哭诉了很久,说自己的亲弟,居然见死不救。 看到朋友的近况,其实让人很感慨,到底人真的能把钱财都拱手送人吗? 肯定是不可能的。 这个世界,你有钱能帮别人的时候,别人自然把你当神一样去尊重。 可一旦没钱了,别说外人看不起,就连自己的家人也未必会尊重自己。 这样的生活,能不卑微吗? 你的钱,是你不卑微,抬头做人的底气。 人到中年,最要紧的,是把钱财收到自己兜里。 人到中年,把健康喜乐交给自己。 有人说,人这一辈有两样东西最值钱,一样是健康,一颗是真心。 无论哪个时候,懂得保重自己的身体,不仅是为自己负责,更是为自己的家人负责。 身体是什么? 就是你去迎接幸福生活的本钱。 有健康,才能有平安,有平安,才能有喜乐希望。 为何茶的第三口是淡若清风? 其实,就很明了了。 就像人这辈子,吃过苦,就必须去享受自己打拼的成果。 而这种成果,并非浓烈的烈酒,而是清淡的茶,因为过分激烈,只能适得其反,唯有淡然活着,才能让自己的成果和生活细水长流,源源不断。 几个月前,在街上看到了一件事。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,带着她瘫痪的丈夫当街乞讨,不仅哭得泪声俱下,更是让人觉得可怜。 他们的生活状况,就显露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。 他们失去了健康,只能活成自己最厌恶的模样,又无可奈何。 人到中年,钱财是一种护身符,而健康则是自己的根基。 有护身符,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根基。 而有了自己的根基,我们才能结出更多的硕果,换来更多的护身符,让生活变得丰富有滋味。 一个人,倘若有健康,那么就会有希望,就会有充实而又幸福的日子。 而这种日子,不仅钱买不来,更是任何事物都难以去替换。 余生,做个值钱的人,不卑微,好好活着。 把钱财放回自己的兜里,把健康喜乐交给自己。 如此,便是余生最大的幸福。 人活一世,大多人都期盼,前途似锦,有所贫靠。 有诗云,好风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 人最大的借力和依靠是什么呢? 不是任何人,而是你都里面的钱财。 要知道,靠人人会跑,靠树树会倒,靠水水会流。 这世上,靠谁也不容易,谁都很难靠得住。 因此,你所能依靠的,就是世上最为俗气的物品,钱。 很多人都认为,谈钱太俗气,谈钱伤感情。 但是,我们要清晰地明白,这世上越是俗气的东西,就越有价值。 况且,任何的高雅,都是从俗气之物的铺垫中培养出来的。 另外,说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,有钱自然是万事皆通,万人皆捧。 可一旦虎落平阳,没了钱,最后只能是被犬欺,又怎有情意可言呢? 王尔德有句话说得好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以为钱,就是一切。 现在老了才知道,确实如此。 年轻的时候,也许我们不知道钱财的珍贵,认为朋友之间能够为了情意而两肋插刀,认为爱情里面能有情银水宝。 可到最后,我们才发现,没了钱,也就没了一切。 所以说,钱财可贵,这是我们安身立命,能三餐果腹的根本。 尤其是人到五十之时,要懂得守护自己的前途,才能保障当下的日子和往后余生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不管你多有钱,都不能浪费在他们的身上。 人到五十,别把钱花在半路人身上。 俗话说,半路夫妻不可靠,半路朋友心最狠。 说到半路人,你有什么感受? 是他们的虚伪,还是他们的居心叵测,亦或是他们的另有所图。 但不管感受到什么,都要知道,半路人是不能过分信任的。 为何说半路人不能过分信任呢? 因为你和他不能知根知底,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,背后的因素有哪些。 而你,也许早已被他们摸透,成为他们砧板上的鱼肉。 有这样一个故事。 一位老师父和徒弟上山砍柴。 在途中,他们遇到了一头饿倒在路边的灰狼。 徒弟于心不忍,便问师父,师父,这头狼真可怜,我们奈他一些食物吗? 师父匆忙把徒弟拉到一旁,边走边说,孩子啊,你如果见到兔子或者其他一些善良的小动物受伤了,师父不拦着你去救他们。 可要救这头狼,是万万使不得的。 徒弟很疑惑,便问师父,都是生物,为何不能相救呢? 师父回答道,半路的恶狼,你如果救了他,等他恢复过来之后,他最后盯上的猎物,就是救他的恩人。 在这个社会,善人有很多,可恶人也有不少,尤其是那些半路而来,笑脸盈盈的恶人。 因此,人到五十,少点把钱财花在半路人身上。 人到五十,别把钱借给见不得你好的人。 近年来,有个词很引人注目,叫做见不得人好。 什么是见不得人好呢? 一句话,那就是只允许他们过得好,而你必须要比他们过得差。 否则,他们就会嫉妒你,怨恨你。 生活中,其实不乏这种见不得人好的人。 就像我们在职场中,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伪装者,他们有可能明面上带你很好, 可背地里却想你倒台,故意算计你。 就像我们在圈子里,你会发现有一些似熟非熟的朋友,他们会对你的行为举止特别厌恶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你过得比他们要好。 人到五十,已经活了半辈子了,应该要明白,自己的生活过得怎样,由自己负责,自己的钱财到底用在谁身上,则需要权衡利弊了。 面对这些见不得你好的人,无论他是谁,都不要把一分一毫借给他。 因为人心难测,世道复杂,有可能这些人,便是望恩负义,过河拆桥的白眼狼。 人到五十,少管贤士,别把钱给了贤人。 曾广贤文有云,文是莫说,问是不知,贤是莫管,无是早归。 人在江湖,想要过得安稳,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? 那便是少管贤士。 要知道,人最大的特点,也就是最致命的特点,也就是爱管贤士。 为何说,管贤士是人最大的弱点呢? 因为你所管的贤士,有可能会连累你,甚至祸害你的家人和钱财。 很多时候,贤士的背后,其实就是贤人。 而这些贤人,他们有可能和你并不相熟,有可能和你关系匪浅。 但不管是什么关系,不管贤人贤士,是人立身于社会的智慧。 俗话说,是非只为多开口,烦恼皆因强出头。 话说多了,是非就会来了,你所出头管的贤士多了,你的祸患就到了。 不仅如此,他们在你身边缠绕,不是为了你的人,而是为了你的钱。 人到五十之时,上有老,下有小,生活不容易。 与其做一个到处撒钱的老好人,不妨多想想自己的家人,好好爱护他们,提高一家人的生活质量。 人到五十,别把钱给了视力眼的亲戚。 老话说,是亲不是亲,非亲却是亲。 这是一句很矛盾的实话。 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亲戚,他们看似你的亲人,可实际上却和陌生人无异。 而那些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,他们看似陌生人,却像亲人一般。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? 很明显的原因,就是因为钱财。 在生活中,大多亲友之情,其实都不能抵御钱财的冲击。 当现实的压力来到我们头上时,我们会发现,第一个抛弃我们的人,也许就是那些如同墙头草一般的亲戚。 虽然说,世上之人千千万,并非所有人都如此。 但是,虎豹不堪其,人心隔肚皮。 你又能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呢? 很多时候,要经历过才懂,那些视力眼的亲戚,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,完全不看重血缘之情和情义,而只看重他们心中小算盘所敲打的利益。 人到五时,其实已然经历世间万般风雨,见过世事沧桑,明白人心难测,就要对这些人有所防备。 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很多时候,钱财就像是一把双刃剑,既能伤害你,又能伤害别人。 所以说,守得住钱财,看得清人心,才能安稳一生。 往后余生,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前途。 要知道,你的钱除了战胜不了死神,其余的一切,都不过是他的手下败将而已。 关于人情这一说,其实就是血缘关系的延伸。 你和父母这一族之间的关系,你和亲家这一族的关系,包括你和邻居的关系,都可以算是人情关系。 而人情关系的淡与农,其实是要分地域的。 在以往,我们经常会说,农村的人情关系会比城市的人情关系要农。 在城市中,一般是没有人情味可言的,有的只是人情的淡漠。 可到了今天,我们会发现,农村的人情关系仿佛变质了,甚至还不如城市了。 而且,农村中人与人的关系仿佛愈发变得冰冷起来了。 这样的突变,就连城市人,也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 以前农村人情关系较为浓厚时,邻里之间会相互帮助,同宗族间的亲戚也有过多的来往。 可如今的现况是什么呢? 就是邻里之间,根本就是话不投鸡半句多,就连有一定血缘的亲戚,人们也慢慢变得仇怨起来。 对于这种情况,曾有某位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,人情社会的改变,是经济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。 也许,农村人情味的变化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可是,不外乎是这几点。 生活水平提高,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。 古人有盐,苍领时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 当人们家中有粮食之后,他们就会变得有礼有节起来。 当人们衣食无忧之后,他们便会重视荣誉和耻辱。 这样的改变,都是源于物质生活的发展。 而重视荣誉和耻辱,这虽然说是一件好事。 可在其背后,却会引发人的一种心理,那就是容易比较的心理。 在城市里面,也许人与人之间生活变化不太大。 而在农村里面,物质社会发展快了,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正因为变化大,所以人们才会相互攀比。 不是今天与别人比较,看谁有钱,就是明天与他人比较,看谁房子够大。 当人与人之间陷入了比较之后,那么就根本很难再有人情地往来。 人口流出过多,交流太少。 农村虽然发展起来了,可愿意留在农村的人少了,而留到大城市的人变多了。 一旦人口流出过多,那么年轻一辈之间的关系就会愈发变淡,他们也不会有过多的往来。 往来少,交流少,就会产生无人情味的情况。 一般来说,从农村流到城市的年轻人们,他们一般都会在过年的时候才回到家乡。 虽然在春节期间可以和亲朋好友相互走动,可这样的走动,只不过是走过场罢了,毫无真情实感在里头。 可以说,那些成了家,立了业的人都会感觉到,如果不是春节习俗的限制,他们也许就很少会跟亲戚邻居有所往来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本就得接触得多才能够滋养出人情味,从而让人情味能够变得更浓。 可是,一旦没有接触,又怎么可能会有人情关系呢? 就算有,也不过是熟悉的陌生人关系罢了,根本毫无人情味,可言。 科技逐渐发展,邻里走动变少。 在以往的社会里面,我们发红包,特别喜欢面对面去发。 在他们看来,发红包能体现一个人的人情味,也能体现这个人的真情实义。 可是,在如今的生活中,我们发红包,早就不需要面对面去发了。 现在大多人,他们都喜欢发微信红包。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,你的亲戚因为某些事儿不能上门探亲,便直接在微信发红包表示自己的心意。 或者说,你远在城市,而别人却在农村,双方相隔千里,不可能为了探亲而跋山涉水回家。 所以,我们发微信红包,也成了常态。 而微信红包,这只是社交网络发展的一个缩影。 我们通过手机,可以视频通话,可以语音聊天,根本就不需要面对面的现实交谈。 而不能面对面交谈,这就是人情淡漠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曾有人说过,屏幕阻碍的,有可能是人情,更有可能是亲情。 所以说,农村人情味变淡,很有可能就是受到社交网络发展的影响。 金钱往来,代替了情感往来。 以前的社会,我们可以完全称之为人情社会。 而当下这个社会,它就不能称之为人情社会了,而是人情与金钱所组合的物质化社会。 在物质化社会当中,有这么一个特点,那就是人与人之间,本质上是以金钱为主,而不是以感情为主。 如果你是农村人,你会发现,亲戚和你之间,已经不叙旧了,也不会再说什么感情类的话题了。 更多的,他们是想找你借钱。 不仅如此,倘若你在城市混得不错,你农村的亲朋好友,他们都会来找你帮助,抱你大腿,希望你来提携他们。 这样的关系,算是正常的亲缘关系吗? 如果你帮,会损害你的利益。 所以,你很少帮。 而如果你不帮,你的亲朋好友又会说你没良心。 那么,这样变质的人情关系,还能处得好吗? 农村人情未变淡的原因,那是多种多样的。 可有一点,我们能肯定,就是金钱物质的影响,超过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影响。 曾广贤文有言,人情似水分高下,事事如云任卷书。 人与人的关系,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金钱加上人情组合而成的关系。 和陌生人谈关系,只要谈钱就够了,因为他们和你就是利益交情。 可是,和熟悉的人谈关系,其实最困难,因为他们看中的,不仅是利益,更是我们常说的人情。 在中国在这个人情血缘社会,人与人的关系,其实很难处得好。 为什么呢? 两点,首先,你和亲朋好友谈钱,别人认为你没有人情味。 其次,你和他们谈感情,他们却认为你吝啬,不懂得提携对方。 有人说,在这个人情社会中生存,最好的办法,就是少点联系,少点来往。 当人去到一定的年纪,尤其是中年的时候,其实这番话是很实用的。 生活的压力本就很繁重了,倘若再把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请到生命之中,不仅是苦了自己,还会危及到自己的钱财。 人到中年,不妨做一个狠心人。 为了自己的生活,少点和不喜欢的人来往,为了自己的家庭,尽量不再和烂人有所联系。 有些时候,狠心做人,并非是无情,而是一种宽恕和自由。 我还你自由,你也要还我自由。 人到中年,摆脱亲戚圈。 最近,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。 上个月,朋友他那一大家子为了庆祝他的小孩考到了一个好成绩,便摆了几桌酒席,准备好好庆贺一番。 在摆酒席之前,他便派了请帖,邀请了一些较为亲近的亲戚来参加。 原以为这次的酒席能够好好地尽兴一番,可中途出现了一些小插曲,令朋友十分不开心。 在大多亲戚入席之后,朋友听到下面的亲戚一直在谈论,隐隐约约听到这样一番话,他的小孩不过是考过了个重本线,有啥好开心的,说不定啊,连个好大学都抱不上呢。 想想隔壁家的孩子,天天考高分,他家的那个,比得上吗? 朋友听到后特别生气,他在电话里感慨说道,你说这群人哪,请他们来吃顿饭,也不用他们给什么钱,就好好来聚一聚,庆祝一番。 听到朋友这番感慨后,其实发现了一个现象,那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,尤其是相互认识,还有点血缘关系的人,他们最大的特点,就是见不得人好。 看到你比他们好一点点,他们就嫉妒你,甚至怨恨你。 看到你比他们高出了不少,他们就来抱你大腿,奉承你。 可看到你落难了,有事了,他们第一时间就会来落井下石,看你的笑话。 人到中年,本就是自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就够了,又何必牵扯太多无关紧要的人到自己的生活中呢? 就像朋友那样,自己一家庆祝,其实就不错了。 可他却把吃白食的白眼狼请到桌台上,玷污了自己的好心情,也让自己感觉心气难平。 何必呢? 人到中年,退出同学群。 说到同学群,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,有人提问,如果几十年后你的同学来找你,你会和他重拾之前的情谊吗? 下面有个高赞回答,是这么说的,那些和你一直有来往的人才值得交往,而那些半路蹦出来的早已没了关系的同学,还是各归各路,别再联系好点。 人与人的关系,其实就是由空间和时间决定的。 既然几十年前早已分离,那么就该一直保持这种状态,又何必重新联系,干扰了各自安稳的生活呢? 要知道,你和那些早已没了联系的同学,其实早已没了缘分了。 有句话说得好,他们和你的关系,已经毕业那天就一刀两断了。 很现实的一番话,可却是生活的道理。 人到中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要活,又何必花自己宝贵的时间去应付那些萍水相逢的陌生同学呢? 就像一些同学群。 有些人想一起交流交流,便到处拉人,组建个什么小学群、初中群之类的小圈子。 这种小圈子,其实就是一堆陌生人在聚集,亦或者说,是一堆发广告的、合作微商的人的小圈子而已,不见得有什么真感情。 有些时候,别人找你,进店点个赞,推销点东西给你,你不想去做,不想去看,但又不好意思拒绝,于是便假装和对方关系好,答应了他的要求。 如此,不仅让自己活得纠结,也浪费了自己的金钱和时间。 人到中年,那些不喜欢的同学群,还是退了吧。 那些早已没了联系的同学,还是少点联系,亦或是不联系最好。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,都过得不容易,又何必假惺惺惺作态呢? 人到中年,不理会烂人烂事。 人之所以活得不自在,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惹上了烂人烂事。 在单位里面,一些用心险恶的同事请你来帮忙,你不好意思拒绝,便硬着头皮答应了他,可最后,却被烂事缠身。 那么,又有谁会来帮你一把呢? 在社交圈子里,有些所谓的好兄弟打着情义的幌子,希望你能两肋插刀去帮助他们,尽尽兄弟的情分。 殊不知,如果你惹上了一些烂人,遇上了一些烂事,他们绝对会第一时间离你而去。 人心,其实很复杂,但也很简单。 其复杂在于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要打。 而简单则在于,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自己而生活罢了。 为人处事,说到底,不需要做得那么好。 遇到不喜欢的事,那就去拒绝。 遇到不喜欢的人,那就静悄悄地离开。 遇到不喜欢的生活模式,那就去好好地改变。 又何必为了那些所谓的虚伪的情义,而苦了自己呢? 老话说得好,门前拴上高头马,不是亲来也是亲。 门前放根讨饭棍,亲戚固有不上门。 生活,其实很现实。 人心,其实很无情。 人到中年,想要家庭幸福,心情舒畅,就该为自己负责,好好去过自己的日子,少点为无关紧要的人和事操心。 余生,做个狠心人。 你的狠心,就是你分清人与狼的一种本事。 当你能懂得狠心做人时,你会发现,你的生活将越过自在,而你,也将活成人间值得的模样。 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 欢迎来到禅意。